肝癌的科兴终于出现了 大家好 我是丁医生 就在前一段时间 有一例使用 190微球注射肝癌治疗成功的患者出院了 看到这个好消息 相信也给不少肝癌患者带来了希望 高兴之余呢 也有不少朋友很好奇 190微球治疗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想要痊愈 会不会掏空一个家庭的钱包呢 在190微球治疗之前 治疗肝癌的主要手段有 经肝动脉化疗酸塞术 手术切除等等 其中手术切除很好理解 但是有部分患者处于肿瘤晚期 可能肝癌上的肿瘤已经长得很大 已经没办法进行手术了 那么对于这类患者来说 可能就需要做经肝动脉化疗酸塞术 据计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通过导管注射酸塞剂 放入肿瘤的供血动脉中 让动脉血管壁塞 最终呢让肿瘤缺血坏死 不过经肝动脉化疗酸塞术 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比如肿瘤完全坏死率低 术后复发率高等等 那么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 最近几年出现了新型的治疗肝癌的方法 内放射治疗 190微球治疗就是其中 技术最未成熟 而且已经获得批准 并且用在肝癌的治疗当中的一种方法 那么它是如何消灭肿瘤细胞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E元素了 它是元素周期表里第39位化学元素 E最大的本领就是具有一定的放射性 我们把E元素做成微球 它就成了能够释放高纯度倍的射线的能量球 癌细胞可能还没看清 一长什么样子就被一窝端了 万事俱备 那么该怎样让190微球去接近癌细胞呢 要知道咱们的肝肿瘤呢 是由肝动脉来供应血液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肝动脉 把190微球注射到肝脏肿瘤当中 随后呢 190微球就会在肝癌血管聚集 然后不断的释放出辐射能量 消灭肝脏的肿瘤细胞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190微球直接送到肿瘤内部 从而让肿瘤细胞受到由内而外的毁灭性打击 不过大家放心 190微球的辐射呢 基本不会损害人体 可能有部分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呢 会出现轻微的不良反应 比如发烧 恶心 反胃等等 不过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耐受的 而且跟传统的切除手术相比 经过190微球治疗的患者 恢复得很快 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走路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肝癌朋友很动心 那么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法呢 还有这种治疗方案花销到底是多少呢 首先 做过肝移植的肝癌患者 可能比较适合190微球治疗 其次 如果患者的肝脏肿瘤离胆管系统 跟关键的心血管系统比较近 差不多小于等于3厘米 而且这些患者不适合做手术 也不适合接受消中治疗的 那就适合 另外呢 对于伴有业绩门静脉癌栓 而且这些癌栓也不能切除的肝癌患者来说 190放射性切除 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理想的治疗方案 总的来看呢 190微球治疗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一直在夸190微球治疗 它就没有什么缺点呢 那么缺点还是有的 比如说190微球治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不能治疗所有的癌症患者 而且190微球治疗在香港的价格非常昂贵 通常在25万到35万港币之间 目前在国内的190治疗的价格还没有公开 总之呀 190微球治疗虽然给不少肝癌患者带来了希望 但是丁医生还是希望天下无癌 这些治疗方法永远派不上用场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地享受幸福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建议大家平时尽量少专研究 定期运动 定期体健 注重养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丁医生 关爱健康关注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